你总会不好意思没有帮到别人 不要不好意思 反而你要好意思 为什么 因为别人来找你求助 你有能力你就帮 没有能力 你就不要把自己搭进去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别人对你的求助 一个原则 就是当别人对你求助 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应该能帮助对方就帮助对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给自己留下一个很好的种子 这个种子未来发芽长大 有可能会帮助到你自己会帮回来 但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一定不要使劲的往上弩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还尼菩萨过江 你保不了自己 你不能把自己搭进去 我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人 他们会耗尽自己的关系 耗尽自己的资源 耗尽自己的劳力 甚至耗尽自己的资产 然后去帮助另外一个人 最后你会导致两个人共同跌到谷底 这样的事情是必须要避免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要谈到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你应该如何拒绝别人 当你能力不够的时候 你记住 你一定不要拐弯抹角的 一定不要特别不好意思的去拒绝别人 因为你记住 你拒绝别人不是你的错 人家本身就是来找你帮忙的 你有能力就可以帮 你没有能力 那你就要直接跟对方讲 对不起 我现在有什么难处 对不起 我现在能力不够 我也非常的难过 没有帮到你 所以你记住了 如果你在拒绝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就非常的不好意思 你自己就本身觉得亏欠到对方 你会让对方觉得 你真的亏欠对方 但是你本身不亏欠对方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你来找我寻求合作 我有能力 我帮你 我没有能力帮你 我并没有对不起你 对吗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认知当中 我们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你总会不好意思 没有帮到别人 不要不好意思 反而你要好意思 为什么 因为别人来找你求助 你有能力 你就帮 没有能力 你就不要把自己搭进去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处事逻辑 但是不要很硬邦邦的 去跟对方说 没有没戏 不可能 这种就很傻 这种人就很直 而是说你要大大方方 大大方方并不代表直见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人 他在拒绝身边人的时候 他就特别简单的两个字 没有 他就特别简单的两个字 不行 他就说 你就完全不会做人 他说我确实没有 我说你确实没有 没关系 你在拒绝别人的时候 你可以给予他更多的关心 这是两件事 而不是说 你确实没有 确实帮不了 然后你就跟对方 非常冷漠的说没有 那对不起 未来你会没有朋友 那同时反过来 一个你本身自己没有能力 你还默默唧唧 不愿意说自己没有能力 还在各种拐弯抹角的 去不帮助别人 也不伸出援手 别人反而会觉得你很虚伪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会对你交朋友 有很大的帮助 真诚非常的重要